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除此之外 我们也邀请到前以色列国防军上校 现任基瓦提军旅主席伊扎 一起来带领我们深度探索以色列之旅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丹 那我们一直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要如何来拯救美国 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很多人呢 这个当然了每个人都有一些非常不同的方向 有很多人说只有川普才能救美国 有很多人说这个基督徒才能救美国 有很多人说耶稣要救美国等等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个要讨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想要救美国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参与到这样一个行动中来 所以呢我们在这就总结出来一个顺口流 这个顺口流是什么呢 就是要救国先救家 要救家先救娃 要救娃先救自己 虽然到最后有点不压运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流程是没错的 而且呢我们要搞清楚了这个次序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展开非常非常有效的行动 其实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强调就是 我们不能只靠川普 虽然我们的观众好像没有看懂这一点 就是不能只靠某个人啦 或者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当我们把一切的希望 全部都放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把它当一个偶像在看 像现在问题出了这么多 在我们的世代上面的时候 我们不能说都是因为谁谁谁的错 这些人都是我们选上去的 所以说我们的国家 还有我们的文化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我们要负责的 而不是那些人要负责的 那么呢我们的节目呢 也一直都在传递圣经的价值观 让人可以能够明白真理 而且靠神得救 这个是我们所有能做的一切 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讲到说 社会构成的另一个组织架构 非常重要啊 而且是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家庭 我们很多的节目都说要建造自己 就是你不光是要在生活中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础 你要明白真理 而且你要在生活中活出真理 这样是能够改变我们身边社区 能够改变我们城市 改变我们国家的第一步 那这个第一步跨出去之后 你自己有了改变之后 第二步就是你要来改变你的家庭 你要对你的小孩完全完全的负上责任 那最近呢我相信有一些非常棒的节目 大家也有看啊 虽然收视率是非常低 但是我相信这些节目才是我们应该真正注重的 而且这些节目是可以给我们真正实行说你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这些是我们真正可以在家庭里面做的事情 那所以呢很多朋友也看完了我们的这个关于家庭教育的这样的视频之后 跟我们发来啊 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们也是非常想要实行家庭教育啊 那这些妈妈是非常非常的有经验 可不可以传授给我们 或者有人说我也在你们身边的城市里面 我们是否可以加入 还有的人甚至远在中国啊 或者是远在其他地方就说哎那我们可不可以也来讨教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想在我的家庭里面实施 那具体要怎么实施啊 所以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呢 我们打算来建立一个家庭教育的群组啊 如果呢你是有这方面负担的 或者是你真的真的很想要开始实施的 邀请你来加入我们的群组 但是呢为了保证我们群组的质量 因为我们曾经也见过一些其他的群啊 或者是我们也在别的群里面 我们看到有些问题 就是说这个群呢到最后就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了 很多人他不管是说是想要了解的 或者是不想要了解的等等等等 就是到最后这个群就会变得鱼龙混杂 所以呢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的质量 能够更多的明白 而且有真正有效的沟通 而且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这些妈妈的一些个人的隐私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把他们个人的电话号 就是每个人都给出去啊 这样会让他们的生活会带来一些不方便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保证隐私的同时 我们还能够让大家真正的完全了解到干货 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群组建在Discord上面 而且呢是专门对我们的会员专属开放的 如果呢你要是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群组 来欢迎在Coffee成为我们的会员来支持我们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专门进入我们的会员专属群组的专属链接 那为什么呢我们这么样的推崇家庭教育啊 也不能说是推崇 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看到的 基本上是属于最好的方式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对于家庭还有家长的要求是相当相当高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家庭教育的孩子 其实对我们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啊 然后也让我们思想了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家庭教育出来的孩子 跟其他的孩子有哪一些不同 其实每个家庭 每个妈妈都会觉得自己的小孩很好 最棒 对 就像我觉得我两个女儿全世界最可爱最漂亮 每一个家长可能都是这样想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看别人的小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不同 就是在公立学校上课的孩子 还有跟我们认识的这几个孩子 不管在个性上面各方面的 第一个我可以最看到的就是自律这个东西 他们很有时间观念 然后他们会自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他们会主动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像那个Oscar 4点早上起来运动 然后打网球 然后一天就是 他所有东西全部都是自己安排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我14岁的时候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14岁的时候我就只想要坐在那个地方 写完功课了就在那边打电脑 你如果问我妈的话 她会告诉你说 其实我没有写完功课 你不说14了 40 50 60岁的人 很少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不说年龄段的问题 很少看到有这么自律的一群孩子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屏幕上有这样的一个画面 天还没亮 天是这样完全黑的 我估计就是早上4点 我们全部都还在睡觉 全部都在睡觉 估计就是早上4点钟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群孩子 他们在运动房里面 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运动 所以这个时间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这种自律 哪个年轻人不喜欢睡懒觉 哪个年轻人不喜欢懒被窝 对不对 大家都喜欢 而且你想要做到早睡早起 这些事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尤其4点起来 还是这样的做这种强度的身体的训练 来唤醒那个身体的肌肉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他们做到了 而且我们看到的不光是他们做到了 家长做到了 孩子咋聚集到一起的 家长开车送来的 家长愿意支持孩子的这种自律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睡眠 他也愿意早上3点多就跟孩子一起起床 说你去运动 我送你一起去 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的人做不到的 太困难了 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把责任给小孩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小孩没有责任感 但是我们从小培养他们有责任感的时候 我们从小告诉他说 你要为你自己的事情负责 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要为你自己的健康负责 你要为你自己的身体负责 你要为你自己的学业负责 当我们把责任感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变得很自律 华人的家庭 绝大多数就是 小孩什么都不要做 父母把所有东西全部弄好 父母做了一堆research 你要先去做这个 然后你要去学要拿这个课 然后你要去哪里比赛 然后你怎么办 这样子你就可以进哈佛 但是其实小孩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培养一个自律的小孩的一个习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 homeschool的家庭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形 对而且他们也不是说 这样偶尔一天 是长时间的坚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 你如果要说 哎呦我这就突然来劲了 最近这三五天我就这么高 那这种不叫自律 长时间的坚持 变成了一种习惯 这个东西叫自律 所以我真觉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非常非常佩服他们 好那第二点呢 我们接下来看啊 就是这些孩子呢 读的书籍 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睛 对 真是让我们惊掉下巴 这些书 我们原来都会觉得说 小孩可以读的懂吗 这个年纪的小孩 你是不是只要跟他们讲游戏 他们才会懂 除了游戏之外的东西 什么都不懂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说这些孩子读的书都是什么 这些孩子呢 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的18岁 小的14岁 那接下来呢 是他们看的书 我们把书名翻成了中文 让大家能够更加便于理解 第一本书 后现代时刻 基督徒对于现代思想和文化之难 密室 一本关于二战的书 追求自由 我们应该怎么活 30天明白基督徒生活 从宗教改革到现在 那除了这之外呢 我们也到了一个男生的卧室里面 然后我们就看到 人家卧室里面 书架上面摆的这些书 他都在看什么 这些是他的课外读物 对不对 是他上课之外读的书 他读什么书 他平常在干嘛呢 他读的第一本书 叫做神的印记 然后事态 事摆 Jack Hibbs 这个Calvary Chapel 这个主任牧师 倒计时 还有追求神心意的男人 属神的男人的纪律 那这些书 我必须说 绝大多数我都没读过 是啊 对啊 然后 但是他会想要去做这个样东西 因为这是他学习的目标 他学习的方向 他学习的一个方式 那我读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肤浅 对他来讲 他的Entertainment 是有意义的 那说他们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书 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小孩优秀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你如果要是像能做到像他这样 你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而且你未来的人生也不需要担心任何 那这些小孩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就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好好锻炼他们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他们会看这样的书 因为他们有清晰的 以神为中心的人生目标 如果你跟他们聊天的话 他们真的是把神当作自己人生的中心呢 你可以真的看出来 而且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他们一直都在讲说 神希望我这样去做 然后我要顺服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他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好的人生的一个 非常基本的一个根本 那对我来讲 就是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事实 就是你如果不是为了神而活的话 你就这样 但是我们会帮自己找很多理由 听得起个小孩的话 每一个在我们在interview的时候 就是说purpose purpose purpose commitment 还有那个discipline 所有东西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要有目标 我们才可以有承诺 然后我们才可以有纪律 就是各方面的东西都是要以神为中心 要以神为目标 当你有这个明确的目标的时候 你的人生要怎么走 你的人生要怎么过 你上学是干什么 你娱乐是干什么 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明确 那他的人生也会比较有意义 你的人生也会比较有意义 全家的人生都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这对全家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东西 是彼此激励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我们观察到 他们的家庭关系都非常非常的亲密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爱主的小孩 然后妈妈也一般都很爱主 但是这个时候爸爸也会被带动起来 如果爸爸要是 比如说稍微有点那什么 也会被带动起来 而且你看到他们家庭之间 大家是无话不说的 而且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 为什么 因为首先他们一个就说了 就说他不会把小孩送到学校去洗脑 然后洗完脑子之后 学校教你的东西 跟父母说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小孩回来 那他当然会跟家长吵架了 你说的怎么跟我课本里学的不一样 你说的为什么跟老师学的不一样 那老师说那个东西 他已经先入为主 变成他的思想了 所以你如果要是平时在家里面 就没有一个以圣经为根基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环境 你再把小孩送出去 你家庭的关系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你们脑袋里想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家庭关系的亲密 建立在以神为基础的这个关系之上 那大家都同意剩下这本书里写的这个东西 而且都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话 你家庭的关系怎么能够不亲密 所以他们都说了没有隔阂 对吧 没有隔阂 回来了之后爸爸妈妈就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讨论所有任何的事情 不管是大选也好 或者是现在社会上种种的议题都好 你在这个讨论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而且是拉近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亲密关系 这是很多家庭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父母上班上一整天 然后小孩在学校弄了一整天 然后回来之后我们要硬要一起吃饭 然后在饭桌上都没话讲 都只在讲说 你今天上班上怎么样 你今天上学上怎么样 上学老师有说什么吗 然后你在学校学到了什么东西 你考了多少分 然后小孩觉得自己在被质问 因为就跟报告形成一样 总之就是他们的家庭的目标是一致的 他们的家庭目标 而且是快乐的 是enthusiastically agreed 就是他们是非常兴奋的 然后一起彼此在做事情 他们什么事情一起做 什么事情都一起完成 然后当他们完成了之后 他们是一起庆祝的 为什么会青春期这么严重 然后青春期的叛逆期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小孩在学校 他们主要的时间是跟他们一群朋友在一起 什么事情都一起做 然后一起庆祝 你里面只要有一个坏的 就可以带领全部都一起变坏 然后最坏是什么 最坏就是他们起来一起遍布 各自回各自的家 你去哪里 没有怎样 我没有啊 我们就去那个Johnny家 什么什么 你去家里家干嘛 没有就打电动啊 就很平常的一件事啊 其实他们在里面吸毒 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 他们变成 把骗父母变成一个习惯的时候 当你跟自己的家庭有秘密的时候 你的关系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且呢 这些孩子 他们真的 我们很多时候说 基督徒要分别为圣吧 对吧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身上还是带着世界的恶习 但是我们听到这些孩子的故事 真是感觉到非常的了不起啊 孩子去打球 对吧 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朋友 我们也都上个学 每个人都上个学 对不对 你可以回忆一下 当时在你学生时代的时候 你身边看到的人都是什么样的 当你看到你身边的这些小孩 这些朋友 在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什么 那这个小孩的反应就不一样了 一群小孩子那里站着聊天 都在骂脏话 那这个小孩 他做的反应是什么呢 就是我转身 我不跟他们站在一起聊天 我自己到那边去 我不听他们讲的这些话 他说他知道 这些小孩在讨论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些小孩手机上面的内容是什么 他说他知道 但是他就是不要去碰 然后他转身 然后就说 我要分别为生 我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他们虽然是我的队友 都跟我一起打网球 跟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我不要跟他们在一起 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就算被同学笑 就算被同学骂 就算被同学说 你好奇怪 就算被当一个weirdle 但是他知道说 他这样子做 神是喜悦的 他的重心 不是放在他的朋友 交友圈上面 而是放在他自己 还有跟家庭 还有跟神的关系上面 我觉得这个 就是跟世界最不同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是很多人 非常难以跨越的 在生活中 哪怕就是大人也好 基督徒也好 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难以跨越 这事情 那不仅是这样 那他跟妈妈在一起吃午饭 也会被同学嘲笑 然后甚至会被教练说 你妈妈是不是捆绑你 你妈妈是不是控制你 你不应该跟你妈妈在一起 那么多吧 你应该跟同学都在一起接触 等等等等 教练还有那个 就是连他妈就在那个地方 他就说 你这样子你长不大 你看你同学都在这个地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怎么还在车上 跟你妈一起吃饭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那个小孩回就说 有这么多其他的人 天天跟他妈吵架 然后天天跟他妈就是 翻脸 自己在那边骂脏话 然后你都觉得这是平常的 但是我跟我妈在一起吃饭 一个对我最好 然后最爱我 我也最爱的人 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 一起完成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是一个 又不讲脏话 又不做这些坏事的人 最好的小孩 对 然后你却觉得我很奇怪 这就是一个 当世界看到基督徒的样式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没办法了解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时候 是用世界的眼光 是会觉得很奇怪的 我觉得这一点 那个妈妈那时候跟我讲 还有那个小孩跟我讲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难以置信的 那不仅仅是一个大孩子 那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群体里面最小的小孩子 14岁的小孩子 跟他妈妈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地亲密 而且上次他来做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让我感觉到最惊讶的一句话 就是说 他说我要把我爸爸拉近跟基督在一起的关系 我想说 哇 这个小孩 这个就是他的想法 好棒 对 他居然想说 要让我爸爸跟神再更加亲密 每天跟他妈妈一起祷告 认罪回来 而且是彼此 就是你觉得我哪里做的 不符合神的要求 你觉得我哪里做的 是出格了 神不喜悦的事情 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一起来认罪回来 或者是今天我对你 你哪里说话有不好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是在一个14岁 就是应该是最开始叛逆期的 这样一个小孩的身上 我是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 见过这样一个特征 那接下来呢 就是他们做事情是非常脚踏实地的 然后思想是非常成熟的 而且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这些小孩知道说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他们不要变得跟那个东西一样 现在很多的父母 不知道说六色旗是什么东西 就算小孩 放在他的手机上面 然后呢 他看了之后 大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小孩想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把头发染成蓝色 把头发染成粉红色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大人看着说 哎呀 年轻嘛 对不对 叛逆嘛 对不对 我也被这个样子说过 就说 你年轻嘛 叛逆嘛 你就这样子 哎呀 都会有这个时期 但这些小孩其实 其实是不需要经过这样的时期的 如果说家庭核心 是很正确 而且很完善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的叛逆期 这样子的对父母顶撞 这样子 什么都不想做摆烂的期 是不需要存在的 因为只要说那个小孩是有目标的 那之前的这些小孩 他们有一个30个小时的project 就是用30个小时去研究你感兴趣的一个课题 然后你再给他讲出来 就是你研究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呢 每一个小孩都讲得非常非常棒 而且他们所有讲完之后 到最后的中心都是回归到圣经上面 而且他们研究的基础也是以圣经为分析 去研究 非常非常棒 那今天呢 就给大家放一小段 就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你敢相信吗 18岁的小孩去研究这个东西 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 这样的一个节选 我们节一小段下来 让大家来听听 这些在家教育的孩子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咱们呢 PE齐 可爱 您比辑 这些什么 我们下子 让你比较相产病 既然 就 WITH 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国家,更多地的民主,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第一个人我们有一个人, 我们是被决定的,为什么? 因为它们决定了 crime,尤其是在被决定的地方 那是可以创造? 它们决定了人,家里,家里,家里的物理性, 他们都可以帮助,无关的。 如果她會不好,受到美國會 vou他照顧 平常奧海印的國際非態度 沒闊一平坐 回家那個寺家 子大夜和蟲的社會 在大高 szra 在校 Merida 有針人活動 所以 let's try it so as a result the net result of the covid is that more of one political party moves out of big cities leaving the other party a monopoly monopoly control of city politics so as we look a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hoever wins the big cities wins the state whoever wins the state basically gets all electoral votes Kazuma presidents voted by electoral vot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这个小孩在这边分析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他们就是要一点一滴的 把你的权力完全的收走 这样子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只是国家生产机器里面 其中一个螺丝而已 少了你的话 把你杀掉的话 换个螺丝就好 所有的人变成一文不词的时候 这个就是共产主义 我觉得他在这个影片上面讲的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诠释的非常非常好 一个18岁的孩子 可以有这个样子的看见 然后他会有 想要去学这个样子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特别是在美国现在 加州现在的一个大环境下面 一个18岁的孩子 有这个样子的看见 已经超过很多很多大人了 他这个样子的想法 还有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很少见 而且很难得很难得的 然后他会有这个样子的欲望 去想要学习这个样东西 想要讲这个东西在这个课堂上 所以大家感觉到好奇吗 就感觉说 这些孩子怎么能够变成这样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变成这样 所以邀请大家 在这个礼拜四的晚上 我们有一个基督教古典教育核心课程 这里面包括圣经历史和文学 这样一个项目的介绍会 就是在这个礼拜四 5月18号晚上6点到7点 那地点就在Ontario的丰收华夏教会 那在这里会为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说明 欢迎大家来这里听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好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样的孩子 都会很羡慕吧 都会想说 我也希望我的小孩变成这样 你的小孩可以变得更好 如果你是愿意付出的家长的话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在这条路上 你想要去努力的话 你的孩子可以变得更好 那当然了 家长要付出很多努力 小孩也要付出很多努力 但是我们要先从一个走到对的路上去开始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 在5月18号礼拜四的晚上6点到7点钟来到丰收华夏教会 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会 希望你来可以学习到更多 你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个门路 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开头说 我要从哪里开始 我要从哪里着手 可以让我的孩子变得更好 不被现在的时代洗脑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在家教育 你说我也想开始 现在就开始着手了 我就是要好好地对待神给我的这个产业 我就要花上我的大心思大代价 去好好培养我的孩子 如果你要是不知道如何从哪里着手 你不知道这些教材该如何选择 或者是你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来的话 都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会员 然后进到我们discord群组里面 到了我们群组里面 你可以跟这些妈妈直面的对话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里面都可以得到解答 那么加入我们会员还有群组的信息 我们就放在屏幕上面 请大家按照步骤来操作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会员的链接 好呢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有没有觉得说 嗯 这些孩子挺好啊 真的很厉害 我从今天开始 我要开始家庭教育了 我要开始好好培养我的小孩了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那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或者你有任何其他想要讨论的问题 都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佛丽莎 我是伊丹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